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進黨砍架 勞工更生到底 在2016大選之前 公共團體就明確提出了 我們要求不只民進黨 還有當時的國民黨 應該要撤銷這個砍架的政策 把應該有的國定假日七天給還給勞工 在大選之前 公共團體針對了國民兩黨 發動了數場的抗爭 包括說 跟大家回憶一下 包括說 當時國民黨還在執政的勞動部 我們到那邊去佔領 去波及 包括說 當時 在競選總統的朱立倫競選總部 我們也到那邊發動了強烈的抗爭 在一連串的行動之後 選前1月4日的時候 公共團體 終於爭取到 終於跟當時 還是民進黨黨主席的蔡英文 候選人做見面 在這次會面中 大家一定都有印象 蔡英文候選人 現在是總統 她親口 親口承認說 親口承諾 在勞工的權益 不受到實質 受損的情況下 會恢復 不會砍架 工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工人決實 工人決實 民進黨砍架 結果 在資方團體 跳出來反彈 在資方團體 在那些工總商總 跟勞動部 郭芳育部長 見面之後 風向馬上就變了 馬上勞動部 就爆出來非常多的說法 說這個架還是要砍 勞動部現在提出來的兩項說法 第一項 為什麼要砍架 因為民進黨要落實週休二日 讓勞工的國定假日 跟公務員一樣 但是不好意思啊 所謂全國一致是什麼 全國一致是只有國定假日一致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許多團體已經提出來了 特休假 產假 市假 病假 這種種各式各樣的假 勞工都沒有跟公務員 或者說全國各種的勞工 都沒有全國一致 我們不懂為什麼勞動部 所謂的全國一致 只針對國定假日 而且最後這個全國一致 變成是砍架的藉口 一個聲稱要縮減工時的政府 一個說要落實週休二日的政府 我們不懂為什麼要砍架 我們不懂為什麼在縮減工時的政策下面 會有說 因為要實施週休二日 所以七天要 七天假要被砍掉 第二點 現在的週休二日是什麼 我們一直以來也都講得很清楚 現在的週休二日 所謂的一致一休 根本就不是週休二日 所謂的休息日 根本就是加班日 實際上面這個法令推下去 勞工不可能放到兩天假 一定就是一天立假 一天就一樣會去上班 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跟國民黨到底有什麼兩樣 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憑什麼說他要革新 憑什麼說自己是一個新政府 那個禮拜 開始就要開立法院的臨時會 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都很清楚 行政院之前已經把行政院版的 勞基法的修正案 也就是要砍掉七天的國定假日 同時去推一個假的 假的版本的一致一休 不是週休二的這樣的一個版本 已經送到立法院 就要在立法院臨時會裡面闖關通過 為什麼一個跟全台灣900萬勞工 息息相關這麼重要的一個法令 這麼重要的一個修正 竟然他上台不到兩個月 要用最快的速度 從來沒有看過民進黨推一個法案 效率這麼快 為什麼要兩個月之內趕著一定要通過 很清楚 因為他就是為了要砍七天的國定假日 無論如何民進黨會透過修法 把國定假日砍掉 同時不會有所謂的增加資方成本的兩例 所以後來推了一例一休 六月十五號行政院院長林全 跑到工商團體資本家大老闆 不是一般的老闆可以參加的 只有非常非常大的老闆可以參加的 三餐會去幹嘛 去參會 去演講 去聊天 去喝酒 然後六月十五號 就在林全見了資本家 就在林全見了工商團體 隔了一個一個星期 之後 我們就看到 勞動部 就把現在的版本 砍掉七天假 假的 週休日 所謂一例一休的版本 馬上 在院裡面 馬上在勞動部裡面 快速的通過 很有可能 下個禮拜就要開始的林事會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都要把這個法案給通過 都要砍架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強調 民主進步黨 現在的執政黨 即立法行政所有大權於一生的 過去兩個月 你到底跟資本家 你到底跟工商團體 見過了幾次面 給了什麼承諾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跟勞工團體見面嗎 有跟公會見面嗎 有跟聽所有勞工的建議嗎 如果民進黨立法院 民黨立法院跟行政院 執意要在林事會通過 那麼 下週 就是總決戰 下週 就是總決戰 我們將進行最激烈的抗爭 最大規模的抗爭 再送一趟 różnych 更赳 嘴 尤其中 Za 全